Hello,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缅甸的Tao 这几天缅甸国内的局势有点好转 因为我们家附近目前也没有看到有人在示威游行 然后也没有听见有军警开枪的声音了 现在缅甸仰光的所有交通要道 它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车了 包括公交车它都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最好的就是现在缅甸的一些银行 个别的分行它已经开始营业了 虽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开了 但是有个别的银行开了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缅甸民众现在也可以从自动取管机里面取到钱了 现在缅甸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些底层的民众 他没有工作 尤其是自从中国工厂被烧以来 很多工人害怕去工厂工作的时候有生命危险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去 再加上很多国家都从缅甸撤资 造成缅甸失业的人群极多 现在找工作真的是非常的难 因为现在缅甸所有的商铺都属于关闭状态 所以现在对于一些有家要养的底层民众来说 他们的生活现在是非常艰难的 我听我附近的一些商铺的老板说的是 他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会开始营业 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识着 这个缅甸目前国内的情况呢 有可能是会往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缅甸呢 能尽快稳定下来 目前呢我也先暂时呢 没有订购回国的机票 我还是想再观望一下 看看情况怎么样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